哈囉大家好,我是狂人 不可能的任務第三集馬上要開始了 首先這一個是兩天前的直播片段 我們抽自己的帳號,抽崩普,只有準備40抽 剩下30抽,來了一個無線昆布 我們又到二線 剩下最後的20抽 好,獨次 那麼又到了三線 這一次還是沒有 來了一個無線昆布,兩個無線昆布 最後 可以 喔 喔 喔 今天這個第三集啊,一定要挑戰成功 然後那天幫觀眾儲持 所以導致我的帳號設備已經不能儲持了 所以我要儲持,我就要換一台設備啊 實在是非常的麻煩 這個啞巴不會說話,太可惡了 我都沒有控煉它 所以 我現在來挑戰了上一次40抽 抽出了一頭崩普 那麼在抽之前呢 我再快速的給它提升一下文章系統 好,打開來 四個打開,兩個打開 喔呦,這麼多的寶物,還有這一次的冰淇淋 好,接下來當然是開寶箱囉 好囉,趕快開開 唉唷,我的媽 好 非常多的禮物 接下來提升文章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樣在提升文章的 像打電動一樣 完全不看什麼聲什麼啊 就給它提下去啊 因為這個系統呢 提升到最後什麼都會滿啊 所以不用理它,給它按下去就對了 好 那麼不可能的任務也馬上要開始了 3秒 2秒 1秒 好 準備進入今天的主題 開始 抽卡 很多人都說 這一次崩普很難抽 就連我自己也覺得不好抽 很多人也覺得不好抽 那麼今天這個不可能的任務 第三集 終於誕生了 我們再額外準備140張的黑卷 給它抽到保底 在保底之前 拉出第二頭崩普 那麼這一次 第二個失聯抽 也就是第60抽 來了一個 吹雪 地獄的吹雪 準備進行下一個失聯抽 不過又來了一個普通的燒火炮 傑諾斯兩個SR角色 好 總共就180 所以上面的黑卷數量就很清楚了 這個第70抽 黃金球 能不能挑戰成功呢 我們到三線再來看一下卡 翁翁霞 來了一個青眼 準備進行 第90抽 來領一下獎勵 80抽抽完了 第90抽 解析 兩個汽車人 三個汽車人 又是燒火炮 傑諾斯 看來啊這一線是我們的希望 不過我們再來確認一下 再往上看 好 一線更好 我們到一線 來了一個天空王 難道第二頭崩普要出來了嗎 90抽了 第100抽 頂垂頭 第90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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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了一個博士啊 沒有資格延續自己的基因 第90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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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普給他拉出來 我蠻窩 什麼 貓天 今天 ological そして 有個 152抽 流 Mystery 再到有一個 連什麼都沒有 再一次 好 要停了 不然等一下跑出SSR 我們就麻煩了 這個計畫又改變了 我要先招募強者卷 天空王 回到一線 把我們的崩普給他帶出來 180抽之內 第二頭崩普 我可是吃別了 好幾個徒弟而來的 我們終於完成任務了 第二頭崩普 挑戰完成 看能不能把第三頭崩普 給他拿出來 還有50抽 好 繼續 這一次 第140抽 無人少女 還有40抽 要小心一點了 思考一下 好 那麼我們繼續 來了一個獸王 還有30抽 我們換到三線 這一次超過180就不要再補了 我們已經有兩個崩普了 加上保底的總共有三頭崩普 還有最後20抽 還有最後20抽 不要放棄 這一次 來了一個極限閃電麥克斯 最後10抽了 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先抽個經營券還一下 好 再抽個強者券 等一下再進行換線 這一次 這一次微笑超人 最後10抽了 解析 哎呀 跑出來一個微笑超人 這一次挑戰算是成功了 不可能任務第三集 我們總共180抽之前 加上保底獲得了三隻崩普 那麼下一集 我們將帶來更精采的表演 下一次 我們挑戰 四頭 四頭現實角色 很快的崩普 直接帶上了四星了 直接帶上了 沒有了 沒有碎片了 帶不上去了 那麼我們把這個打開來一下 淋一下這個角色歷程 又多了五個碎片 啟動一下 再開一下天賦 再來潛能激發 給他激發起來 很快的 直射一顆星 很快的 直射兩 還沒有 等一下 太慢啦 你太慢啦 好 直射兩顆星 接下來要提升這個專屬武器 還有徽章 到一顆星 才能夠強化到下一個階段 我們這個材料金幣不足啦 所以只能兩邊各提升到80級左右 好停81級 好停也是81 痛快 那麼我們繼續來強化這個文章系統 雖然我們這個文章等級不是很高 但是打電動絕對是第一名 唉唷喂啊 繼續按起來 3顆 4顆 5顆 5登獎 繼續按起來 2登獎 1登獎 2階 1階 怎麼都是1階啊 怎麼那麼爛啊 好沒有關係 打電動 最重要的就是 痛快 好 那麼最後再看一下那一天直播大家的片段 只有5秒鐘 4秒鐘 3秒鐘 2秒鐘 1秒鐘 分片也準備要結束了下一期不可能的人物 會再帶來更精彩的表演 7秒鐘 4秒鐘 4秒鐘 1 royalty conditioned